这天 天堂岛警局局长 著名神探兼温神查理 奉上级命令 将一名囚犯转移到天堂岛监狱服刑 由于此人只是一个经济诈骗犯 危险程度并不高 因此全城只有一名预警押送 在前往天堂岛的邮轮上 预警将囚犯正式移交给了查理 为了防止囚犯逃跑 谨慎的查理将对方和自己靠在了一起 邮轮即将靠岸的时候 囚犯突然面色惨白地请求查理 能否让自己去甲板上透透气 因为他从没有过出海经历 有点晕传 查理随后将人领到了甲板上 恰在此时大浪袭来 邮轮发生了剧烈颠簸 查理只能牢牢抓着扶手 稳住身体 没想到 等他回过神来时 发现身旁的囚犯静静地趴在扶手上 已经死去 对方的背上还刺着一把匕首 显而是遭人谋杀而死 究竟是怎样嚣张的凶手 要选择在神探眼皮底下杀人呢 本期节目 天成继续给大家带来高分悬疑片 天堂岛一云之 邮轮上的谋杀案 由于密案发生时 甲板上的其他乘客都和查理一样 为了抵御邮轮颠簸 牢牢抓着扶手 所以根本没有人注意到究竟是谁谋杀了囚犯 从作案时间上来看 船上的130名乘客 都有实施谋杀的可能性 这让查理极为头疼 更让他头疼的还在后面 因为密案发生时 邮轮距离天堂岛只有区区1.5公里 所以 凶手也有可能在实施谋杀后 偷偷跳进海里游回了岸边 因此 紧紧排查邮轮上的乘客还远远不够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 查理只好决定先从杀人动机查起 死去的囚徒名叫老扎 并非天堂岛本地人 而是一位来自外地的地产开发商 两年前 老扎的公司打着开发天堂岛海滨度假区的幌子 从本地银行和居民手中骗取了一大笔资金 钱刚到手 老扎就协款潜逃 养无音讯 当时 岛上几乎一半的居民都参与了投资 还有不少人把自己的养老钱都搭了进去 因此 从动机来看 那些被骗取钱财的投资者 都有可能报复杀人 查理让警员详细整理了投资者命单 发现被骗者竟然有900人之多 其中 投资金额最多的是本地商人老白 对方被骗得近乎破产 妻子也因此跟起离了婚 后来 老白还亲自前往外地出席了老扎的庭审 由于老扎提前将骗来的钱转移到了国外账户 再也无法追回 老白当时气得破口大骂 还因扰乱公堂而被法官赶出了庭审现场 如此看来 老白的确有着强烈的杀人动机 查理随后重点调查了老白 但很快发现 案发时 老白并没有离开天堂岛 对方拥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调查就此陷入僵局 就在这时 一位名叫莉莉的女士 给查理提供了新的调查思路 莉莉是一位资深推理小说迷 案发时 她也在邮轮上 因此被警方请来配合调查 莉莉告诉查理 自己看过一份犯罪研究报告 报告上提到 公共场所发生的谋杀案 有70%的死者 都是被职业杀手干掉的 说不定这起案子 就是一起雇凶杀人案 查理随机顺着这条线索继续调查 发现同行的乘客当中 有一个名叫金牙的混混 此人视财如命 无恶不作 前科累累 却是有可能为了钱财 充当杀手 查理随后在一家小酒馆内 找到了金牙 对方正在跟一位 戴着墨镜和帽兜的男子 说着悄悄话 还不等查理展开问询 帽兜男突然落荒而逃 明显是因为做贼心虚 查理本能地追了上去 并很快抓住了对方 结果发现 帽兜男竟然就是老白 在查理的追问下 老白终于坦白 几周前 他和妻子正式离婚 因为心情郁节 他跑到酒吧借酒消愁 并在那里偶遇了金牙 对方当时正在吹嘘 自己在犯罪道路上的光荣战绩 已经喝得烂醉如泥的老白 就顺口询问金牙 如果自己雇佣他去干掉老渣 需要支付多少酬劳 金牙开口就要5万英镑 可老白早已破产 根本没钱支付这笔交易 也就没再继续这一话题 没想到金牙误以为老白 默认了这一报价 还真的声称 是自己动手干掉了老渣 并在事后约老白到酒馆支付酬金 老白被金牙的行为吓得够呛 自己竟糊里糊涂的成了杀人主谋 所以才一见到警长 就吓得落荒而逃 老白向查理辩解称 顾凶杀人只是自己的醉酒胡言 自己万万没想到 金牙居然真的动手了 基于老白的证词 查理直接将金牙抓回了警局 意料之中的是 这小子开始大呼冤枉 声称自己根本不是凶手 只是想借着老渣的死 从老白手里敲诈一笔酬金而已 查理原本以为是金牙为了脱罪 才跟警方狡辩 但很快新的疑点出现了 老渣的妻子安娜 此时也来到岛上认识 并处理丈夫的后事 安娜表示 丈夫生前就非常喜欢 这座美丽的天堂岛 她经常开着私人游艇 来附近海域游玩 所以她希望警方尽快将遗体火化 并将骨灰洒入附近海域 安娜对丈夫的描述 跟老渣本人明显不符 查理清楚地记得 老渣被杀前曾跟她说过 自己曾未有过出海经历 所以才会晕船 当时对方的脸色极为难看 确实出现了严重的晕船症状 老渣根本不可能撒谎 似乎也没有撒谎的必要 那么撒谎的就只能是安娜了 可她为什么要编造这样的谎言呢 为了搞清楚真相 查理找到负责押送老渣的预警 询问老渣的情况 在案件彻底侦破之前 预警也只能暂时留在岛上配合调查 她表示 自己跟囚犯老渣并不熟悉 所以不知道对方到底有没有过出海经历 查理和预警在餐厅聊天的时候 恰好遇到了酷爱侦探小说的莉莉 莉莉对案件推理异常热情 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了 关于谋杀案的五项基本规律 即一般的谋杀案不是畏情就是求财 不是求财便是畏情 丈夫被杀 妻子是投号嫌疑人 妻子被杀 丈夫是投号嫌疑人 有时候看上去最不显眼 最没有嫌疑的那个人 往往才是真正的凶手 尽管查理觉得莉莉空有理论知识 没有实操经验 但在这起案子中 死者的妻子确实有可疑之处 查理决定再次转变办案思路 从安娜身上查起 结果这一查 果然发现了异常情况 两周前 安娜突然从自己的账户里 取出了五万英镑现金 这笔钱不多不少 恰好就是惊讶 向老白索要的杀人报酬 查理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会不会安娜才是买通金牙 杀死丈夫的幕后真凶呢 毕竟老扎诈骗的那笔巨款 没有被警方追回 老扎这么一死 这笔钱极有可能会落到安娜手里 如此看来 安娜也有为前杀人的作案动机 查理立即前往安娜居住的酒店 结果却晚了一步 安娜竟然坠楼身亡了 她的身上没有撕扯打斗的痕迹 现一步到达现场的警员莎莎 因此推测 安娜可能是意外失足坠亡 查理却直觉认为 这不是一场意外 安娜的死一定和上一期命案有关 对方肯定是知道某些内情 才遭到了灭口 安娜被杀时 金牙还被关在警局里 所以不可能是凶手 如此看来 查理此前关于安娜 雇佣金牙谋杀政府的推测 就完全不成立了 一头雾水的查理刚回到警局 就发现警员古仔 抓捕了一名年轻小伙 对方的打扮很是奇怪 穿着一身 老太太才会穿得破旧长袍 大夏天的 还把自己裹了个严严实实 查理好奇之下 就多问了几句 古仔告诉他 这小子故意打扮成 老启婆的样子 对着前来观光的游客乞讨 有善心的游客 见其模样可怜 往往会拿出钱包 施舍一些现金 这小子每次都会趁机 抢走好心人的钱包 听完古仔的叙述 查理突然灵光一闪 有了一个大胆 而合理的推论 他立即带上几名警员 找到了负责 押运老扎的那名狱警 并表示 自己要和对方 再捋一遍案情 狱警的脸上 顿时闪过一丝惊慌的神色 但很快又震惊下来 狱警的异常 没有逃过查理的眼睛 他告诉众人 这起案子的关键 并不在于凶手是谁 而在于死者到底是谁 其实 死去的囚犯 并不是真的囚犯 而是负责押运囚犯的狱警 眼前的狱警 其实是由囚犯老扎假扮 安娜从自己账户 提取的五万英镑现金 根本不是为了买凶杀夫 而是为了替丈夫买通狱警 让对方伪造档案 和丈夫互换身份 替老扎去坐牢 由于两人肤色 身高 外貌都有些相似 这座小岛上 几乎没有人见过老扎的本尊 所以 这个计划完全可行 这是查理从年轻小伙 假扮老起婆案件上 得到的灵感 有了这个推论 很多疑点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比如 死者被杀前 出现了晕传症状 这是因为 对方并不是出海经验丰富的老扎 而是身为汉鸭子的狱警 在查理见到两人之前 他们就已经互换了身份 但老扎后来起了杀心 只要杀死狱警 并将其以囚犯的身份火化掉 互换身份的事 就会更加保密 老扎趁着邮轮遭遇风浪 瞅准机会 刺杀了狱警 接着又让妻子安娜过来认识 并令其催促警方 尽快将尸体火化 为的当然是早日毁尸灭迹 如此一来 老扎就能经缠脱壳 恢复自由之声了 尽管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但老扎还是担心 妻子作为唯一的知情者 会泄露自己的秘密 于是老扎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趁着妻子不备 将其推下楼摔死 这样不仅能杀人灭口 自己还能独吞那笔诈骗来的巨款 白护完自己脑洞大开的推理后 查理叫来了一位人证 此人正是差点被当成幕后真凶的老白 面对此前的预警 老白一口叫出了老扎的名字 并一脸震惊地质问对方 怎么还没有死 此言一出所有人都意识到 查理的推测完全没错 最终老扎放弃抵抗 承认了自己的杀人罪行 看完本集的案件 天称忍不住想要吐槽一句 这交接囚犯的过程也太过草率了一些吧 不过其中有关身份互换的脑洞 还是颇具创意 推理部分也做到了自圆奇说 一波三折 总体还是值得一看的一集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天堂到宜运系列的小伙伴 别忘了关注我们哦 如果大家有想看的其他优秀太安剧集 也欢迎留言推荐给我们 下期见吧